南韩全北大学学生食堂积满排队人龙 因为这里的早餐超便宜 一份只满一千元韩币 折合台币二十三块 学生赞不绝口的早餐 有明泰豆腐汤炒烤肉冬粉和炖鞍豚蛋 这样的菜色实际费用其实要五千韩元 不过现在有农业食品部和地方政府分担 学生才能用一千韩元吃到好料 不一般南韩民众还是得面对物价飙涨压力 根据统计南韩二月份新鲜水果价格一口气上涨 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涨幅创下三十二年新高 其中苹果因为气候恶化和炭区并均的影响 冲击产量 价格飙涨七成 不过南韩的人均国民所得又超车台湾 今年南韩人均国民所得达到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五美元 部分原因也跟GDP以美元计价有关 南韩二零二三年对美元的汇率相对稳定 也提升了数据表现 一片新闻 综合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